我記得我發完49集之後 好像過不到兩個小時吧 喜歡數就超過1萬個了 各位真的有那麼想看我打龍是不是啊 天啊 既然已經超過1萬喜歡了 而且還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超過 所以說 我決定做一個更誇張的事情 我決定打龍的情況下呢 我要用空手打的 我要揮龍揮100拳 不對 我要揮龍揮200拳 然後將他打死 我是不是白癡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紅月 今天呢 要繼續分享我們的生存一集 好的 那我們上一集呢 就是 開了中階傳送門 然後我又私底下回來收集的一些東西 簡單來講就是一些食物啦 一些 TNT之類的 TNT的話我是想要來炸那個 有一些黑曜石柱上面有鐵籃桿嘛 我想用炸的這樣 所以說我應該還會帶一個大火石 大概是準備這樣子的東西吧 時鐘是我的運動手錶 好 大概是像這樣 那目前的話還沒有晚上 我覺得我一定會死 所以說我想要 帶床 然後去 中階祭壇那邊睡覺 反正我一定會死啊 那夠不用擔心 絕對會死 那我們目前就是稍微在這裡等到晚上 睡個覺存個紀錄點 呃 現在是做個箱子好了 就是將一些雜物丟進去 好的 我們目前已經 睡完覺了 空裝空手 來 我們直接進入中階傳送門 烈龍 運氣 還可以 不是在那種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我們直接撲過去 不要問我為什麼要這麼撲的啊 因為 我一定會死嘛 所以說 我怕 之後如果死掉的話 沒有辦法用空間的東西丟過來 所以我們直接跌過來 OK 挖上去 快點上去啊 各位知道我這種血量 被中將撞到就會死嗎 在這種地裡我的話 會被撞到三下 好 目前中階有在那邊亂飛 我們直接 呃 先 先射這種比較低的中階水晶好了 然後呢 先 像這裡有在安等嘛 我們先多收一點珍珠 因為有時候被撞飛的話 我會用珍珠來自救 五顆 應該可以 有趣再說 那我們的話 先從鐵欄干開始好了 鐵欄干的話 我要怎麼做呢 就是 先用珍珠掉上去 噢噢噢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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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ㄟ天鑽量 等一下,我被撞一下就剩這樣子 這什麼東西啊 被撞一下就剩這樣子 教龍給我滾 滾 來啦 先拆鐵龍子 丟上去 好,接著呢,先挖開 放天梯 丟下去 可以可以可以 不好意思啊,我麥克風最強的地方就是堆石流啊 我可以不斷的復活 不斷的復活 這樣我就超猛了,有沒有 好,應該沒事,丟上去 第二個 這樣子的話 哎唷唷唷,嚇到我,差點看到他 這樣子的話,第二個 鐵龍子儀的那個 這樣鐵龍子儀的終界水晶應該都爆了吧 剩下就是這些比較高的 哦,我好猛 直接射到 這樣子的角度不知道是不是射上去 應該是有射上去,可是不知道有沒有爆掉 有射到他 那這個呢 疊上去看看有沒有爆 順便在上面射 OK,跌上來 哦,我都射爆了耶,我有這麽强哦 直接射爆了 我開哦 不要射我 來來換這個 嘿 沒中 嘿 好 這樣子的話,剩下一個 剩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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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狗岩殘喘啊 龍 好 好 這感覺射不過去耶 感覺 劍石沒辦法飛那麽 走開哦 有時候我就會覺得打中階龍就是一個 打中階龍 磨練的其實不算是技術 你知道嗎 當然技術也是就是你要一直練 可是 如果你沒有要特別練的話 就是磨練你的耐心 磨練你一直死的耐心 各位看我剛剛那樣子 那個空中被抓到一定死 等一下卡住卡住 哦 怎麼開 這個地方 哈 你走 我看你不是在來的好不好 煩死了 哦 奇怪耶 像他那個弓箭不能夠擊退有點麻煩 就是 不能擊退啊 來啦 這樣一根啦 折地疊上去嘛 哦 差點被撞到 可惡 來 疊了之後跳下去 還好我還有水 這樣你就沒有補血包了 沒錯吧 你這隻沒用的龍 你現在已經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完蛋 乖 坐船 嚇到 哦哦哦 被龍器打到 現在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 空手打龍的絕望 那種感覺 沒關係 我們有的是時間 哎 走開你不要打我 看盤 空手打龍 嘿 嘿 哈哈 他的血量絕望 都在減少 哎 還行還行耶 空手打龍其實 滿快的耶 為什麼 我死掉 哎 我空手打你抽了嗎 為什麼要把我 哦 把龍死 可以啦 打一次龍 損掉五分之一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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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半條血了耶 還不錯嘛 龍 你這個小垃圾 沒有了補血包 你就是廢物了 你這樣還叫龍嗎 龍 應該是 我是不是說錯話 龍 龍應該是金剛不壞自身啊 對不對 那這樣怎麼算終界龍啊 你們想想 鋼鐵幫的鱗片 可以被我這個弱身 用拳頭打穿 怎麼可能 我就只想要把東西 撿起來 然後 把它放到安全的箱子裡而已 這樣會變 一直弄耶 來來來 在這邊直接做個工作台 像我們在終界教大家做合成哦 工作台 然後 然後 箱子 放進去 東西全部刪進去 我們只要 10 哦呦 還好沒被撞爆 我們只要帶食物出來就可以 快打 完了 最後一拳 呃 那我要阻止那些球球飛回去 因為我不知道他 他會飛到哪個地方去 這些經驗值 啊 好累哦 為什麼要製造苦吃啊 為什麼 剛剛怎麼空手打了 空那麼好 這四成 各位觀眾滿意了吧 看我被虐那麼多次 一定很爽 我應該死了二三十次有了 還好啊 武器和一些東西沒有不見 可以的 目前等級達到六十幾級耶 超高 不錯 不錯 那接著呢就是把我們紀念型的龍蛋給帶回家了 嘿 龍蛋 龍蛋的方式就是用火把啦 最簡單的 目前為止我火把 把火把插在龍蛋下面 然後把它挖掉 咚 龍蛋 銀河飛龍 好 李錦千辛萬苦 我們終於用空手 用我們的拳頭 搭到終界龍了 這個是一個成就啊 一個人生成就 我可以跟我的同學 順料說 欸我空手打贏終界龍 不信去看我的影片 啊 反正打贏是一定的嘛 畢竟我們不是極限模式 沒有打輸這種本事 嘿 好 那麼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這 那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方點個喜歡 別忘了還有訂閱 有什麼建議的話 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讓我知道 或者是到我的粉絲團 私信網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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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